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馬祖直輩 大家好 有同修問到說 顧問常常說 我們一等馬祖教育我們 有三個活動在一生當中 我們一定要參與其中一個活動 才是真正的一個馬祖的信徒 才能真正體會馬祖的教育 哪三個活動呢 第一個 那就是3.19 二十 北港的落境 落境當中 我們一定要去跟著馬祖的教職 做同修 去看看這個狀況是什麼 整個過程是怎麼樣 在過程中 我們會體會到 有人放鞭炮 有人準備飲料 有人準備點心 有人給你加油 有人送禮物 這樣的過程 看到一個教職 往前面走 換鞭炮 好多的鞭炮這樣炸 然後我們陪著馬祖一步一步走 看到教職的燈光好像航海一樣 都霧茫茫 看不到路 就看到一個燈光來指引我們的路 然後跟著這個馬祖的燈光走 我們這邊感知到馬祖的精神 馬祖的一個教義 這個文化它的美 它的含義 另外一個活動就是白沙屯到北港來進鄉 像今年走了十一天 開始的時間有定 路到北港的時間有定 然後出廟的時間有定 進白沙屯 廣天光的時間有定 其他路線都不定 要住在哪裡 晚上住假在哪裡 都不知道 那就是一路跟著馬祖走 就像這整個是個冒險 在年輕人人講是冒險 帶著包包 背包 那就跟著走 晚上要住哪裡 去哪裡 在哪裡洗澡 通通不知道 那就是信心 相信馬祖 甚至了解走水溪 這麼困難的地方 那中間看到馬祖的顯化去渡人家 那發生各種感人的事情 我們常常去看那個回憶的片子 我們眼淚都會掉 那看看旁邊有個阿嬤 昨天做夢呢 夢到馬祖說要叫你準備多少東西 那她就準備多少東西 剛好都會發亡 這個過程當中 自己的身體 流汗 流乾了再流汗 只要騎了水泡還騎起手 那這種對自己的潛能的開花 這馬祖的信仰 那種奇蹟 那種不可思議的事情 畫不可能為可能 可以在36個小時 33 36小時走200多公里 這就是一種奇蹟 那這種挑戰 對年輕人是一種挑戰 那去了 我們才說 馬祖來教育我們什麼 就教育我們 我們都是一家人 要彼此的照顧 因為旁邊的人都會照顧你 我們對人生的路要有信心 要感冒血 這對年輕人的信念是最大的 那另外一個活動就是 大甲正南宮 大甲阿嬤進行 他四千年都會排好 今天在哪一戰下一個哪一戰 總共一百多個的廟 那都排好 固定好 所以我們可以對馬祖的一個 什麼感恩尊敬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心意 找到一個點 在那邊等他 把他再點他 然後箱子啊什麼啦 鬼刷狗啊什麼 按照都可以排好 在那邊等他 馬祖這邊 無時間來了 那如果有當然 每次去一等都要三個小時 因為太什麼 太熱情了 民眾太熱情了 延誤再延誤 整個都是轟轟光光的 大家就哇 有這個機會 讓我們來趕馬祖 來看到大甲馬 來看到馬祖部 這三個活動 各有他的特色 也帶動了我們說 台灣的三個小馬祖 所以 在北港的一個社 就是跟著馬祖的教士 過炮陣 一關一關就過 連勝一關就過 那 白沙屯的一個特色 就是相信馬祖 路線有他選擇 他躲到哪裡不知道 跟他們顯化很多奇蹟 讓你看得到 那你對不可知的未來 今天要遇到什麼事 不知道 走到哪裡 不知道 到哪裡休息 不知道 你可以信仰馬祖 跟著他走 那第三個 就有安排 有計畫 所有的陣頭 都是轟轟光光的 可以看到馬祖文化的環容 帶動了台灣的一個經濟 各有特色 所以 一等馬祖也告訴我們同修 告訴我們所有馬祖的信徒 這一生當中 這三個 三月十九 早一個晚上 跟著教主去做通宵 六個媽的教主去做通宵 巴沙屯 大家 走走看 你真正的才會感動 才會信仰馬祖 才知道馬祖的慈悲 馬祖呢 來怎麼教育我們 要避群的鬍子 而且要敢冒險 不怕苦 不怕爛 對牠要相信 牠會注意我們走上 人生的路 過人生的海 到彼岸 以上是我的分享 郭文的號召各位最近剛好白鯊臀 大甲 農曆三月十九二十被感到落盡 我們這一生當中一定要找到親生去體驗 我們才敢說是我們是媽祖的兒子 媽祖的是什麼 信徒 以上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之輩 天啊 天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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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